欢迎收看106年12月23号 星期六的港督新闻 我是赖昌邦 对抗空气污染 左营区胜利国小在校训运动会时 举办拒绝蛮害幼苗 给我室内场馆的联署活动 大家都不忍在空屋超标的时候 让孩子在户外上体育课 因此在运动会时 师生们都戴上口罩 希望向师傅争取 兴建室内的体育场馆 向近运动会上空气品质遭到不行 师生只好戴上口罩进入会场 原本在运动时要大口呼吸的 但现在却戴上口罩 要避免吸进脏空气相当讽刺 圣立国小签校到现在已经15年了 却始终没有一座室内的体育场馆 再加上近年来空气品质越来越糟糕 PM2.5超标埋害严重 天空雾茫茫一片 老师只好减少学生在户外上体育课的时间 免得引起身体不舒服 左营地区是空污最严重的地区 但是圣立国小也是左营地区 唯一没有室内体育场馆的学校 在夏天跟着雨晒法 少着雨水上着体育课 在冬天跟着蛮害躲避 每到冬季空气品质不良 大家要外出活动都很犹豫 但少了户外活动 长期下来对身体状况也不好 胜利国小利用孝敬活动时举办联署活动 也获得教师团体和明代的响应 准备了那么多送件 每年都被打回票 到底政治人物的承诺 是不是真的就像美丽的泡泡一样 一戳就破 连续三年市议会都有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市政府可以真的落实 让我们胜利国小的小朋友 可以有一个体育场馆 跟我们第三期的校舍 我们希望在整个空污当中 市政府跟中央真的要拿出魄力来 还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呼吸钱 什么都可以等 只有教育不能等 但胜利国小 千校十五年了 却还等不到一座室内的体育场馆 大家借由联署表达对抗空污的决心 维护孩子和大家的健康 港督新闻李正道赖昌邦采访报道